木回长安 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火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战方的话是这个方寸山 魔方寸 对战方的话是一个地府 这个地府打PK的话 个人感觉浓用的一个花招并不会很多 对战方的一个锦衣也是非常帅 这个地府打PK的话会非常依赖自身的一个宝宝 以及一些小特技啥的 观战方一说无成善 对战方继续出 观战方拉出一只大鬼将 看一看地府的话有什么花招 给观战方来了一首吊数性 鬼将直接P5000多 对面一个宝宝应该是有高鬼魂是吧 观战方人物秒出去 这样的话感觉对战方有点懵逼 对战方的话主要是轻宝宝的一个能力 我观战方正好成反比 对战方图毒 vog大�志可以 对战方的一只宝宝坐 in 对待方人物再次骑塔 对待方的一个地府 打PK的话 我说过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花招 对待方用蓄秘进行一波小反推 对待方再次骑罗汉 对待方的一个地府也是稳如老狗 这样的话 关大方的一个须弥和人物的一个五雷咒 就秒不出去 确实169能够玩地府打PK 确实有点花招 没花招的话 一般人还真玩不了 善狗鬼将再去 暴斃3700 对待方丢铃铛啊 铃铛也是非常给力 直接是把关大方的一手 锥子是摇跑 关大方继续秒过去 对宝宝的一个输出也是非常高 配合着宝宝再次拿掉 对待方一直化魂 双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拉锯站啊 其实拖的越久的话 说实话 对于这个对待方的一个局势越不利啊 因为关大方是吧 人和宝宝都可以出手打伤害 但是对待方的话 你的一个高宫宠的话是 打一只少一只啊 第15回合 关大方的一个雷接宠 继续打控制啊 对待方再次拉宝宝 这只须迷的话 应该是对面最后一只 关大方中了无魂之后 无限并平A 确实之前一直给大家解说 这个顶级的一个PK啊 其实最近给大家解说 这个109的一个PK啊 感觉也是非常过瘾 因为109的话 说实话 他们的一个硬件啊 其实是一点也不需175的啊 109真的就是说土豪玩啊 对待方的一个虚迷神了 这只虚迷的话 对待方再起罗汉 这样的话 对面宝宝贴一手 这只虚迷一回合还飞不掉 还可以继续给关大方打出车 关大方赶紧拉拉出一只 对待方的一个虚迷拿掉 关大方的一只宠物啊 对待方再起鬼眼 确实地府的一个辅助能力 确实很厉害哈 你看这只虚迷的话 压得也是非常舒服 对待方现在也是死保 这只花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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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方的一个人物也是被压倒 这样的话对待方应该不会继续选择反抗了 因为对待方的一个宝宝确实已经也是被打光了 对待方应该不会继续选择反抗了 对待方应该继续选择反抗了 对待方应该继续选择反抗了